字全面網上足球節目,最好玩的配搭,最強的嘉賓陣容 每周為你,分析本地及外國球場最update 獨向,至高無敵 好,來到第二節的至高無敵的時間,主持陣容有我的拍檔B19 也有Henry,還有繼續有Tommy仔 昨天Henry就很有心,神這麼早就發了個訊息給我 文傑可以說一下這個話題,這個話題其實大家都知曉 但一直都不是太深入認真去說一下,或者發表 這個話題是什麼呢?Henry 剛剛昨天看報紙,也有《東方報》 是說甲組會與物國動罵了分析 本身是說... 物國動的CEO 剛剛就說分析在於同一個班主可能控制多間球會的現象 在球圈裏面 比如流浪金本科技 潔資就是暗山和大宗的問題 甚至乎當中的關係很密切 另外再傳聞到 連南華和菲馬的情況都認為不容許 因為這件事會有些影響 但是那班主又覺得回復溫太過理想了 就不符合球圈的情況 其實出現了一個問題 看你怎麼看 因為如果在外國裏面 就一定不容許這些東西來的 但問題,我今天又看回少許的資料 某程度上來說 抱歉 抱歉 某程度上又不是太過... 有一些問題 除了你說 貝先生又可能會尷尬一點 第一件事公民來說 他是一個球會主席 但是... 他不是主席 咦? 不要緊,你繼續說 不是不是 因為球隊主席 我也是看回過本來就... 不是不是不是 有什麼事補充 所以B10級比較熟 那本身因為他又... 另外... 他也是... 餘... 不是不是 魚丸的又是會長 又是丙祖、瑞聯的 體育、瑞聯的又是會長 那... MDM就說 可能會不會出現到 假設他們兩隊球這麼巧 升上去港甲 對定級聯賽的話 同場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問題呢? 那其實... 這話我們怎麼看 B10級你覺得 其實這樣說 大家都明白原理就是很簡單的 如果... 你在... 一個聯賽裏面 有多一隊同一班主的球隊 某程度上一定有利益衝突的 或者你在比賽的時間 可能會有一些... 尷尬的情況出現 就算沒有 也都會引人... 一個話病 那... 我覺得這個題目呢 就... 分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究竟... 好像麥角棟的題目 就是覺得... 香港的球圈 太多這些... 就是同一個班主擁有 超過一隊球隊的... 這個情況 是不是對的呢? 那... 這個... 就... 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如果同一個級別 就不容許的 就是... 如果你是... 同樣是甲組也好 越組也好 同一個級別有超過一隊 我就覺得是... 不容許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他很直接... 很多機會會對碰到 尷尊不是對碰的 舉個例子 最多人說 譬如藍環和飛馬 那... 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這兩隊球 雖然不同會籍而已 但是... 就算他們不是對碰的場次也好 又或者 甚至乎他對第三隊 一些第三者的球隊 都會有很多... 引人說病的事情出現 那我會覺得... 可面側面 這件事情 那我會覺得... 但是如果不同級別 那又怎樣呢? 其實一直都有 譬如港會 那有兩隊一直都是的 那... 但是不讓他們同一隊 即是同一個級別去一起比賽 又或者... 譬如西甲 巴塞有巴了B的 那... 不是一個... 不讓他們升上來西甲的 那我都沒有理會衝突的 那我都可以接受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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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 究竟... 可不可行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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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份資助的 但他又不是參與管理的 純粹掛名字 那怎樣呢 那算不算是他的呢 可能很多隊員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究竟 譬如如遠 他有份的 但他又外判了給人去搞的 那究竟又算不算是同一個老闆呢 班主的定義是什麼呢 其實都搞不清楚 剛才你提到金峰科技 金峰科技的會籍就是流浪 大家也知道 那現在流浪的會籍就是標準 其實是兩個會來的 那只不過就是借了會籍也好 收購也好 什麼都好 那究竟怎樣定義資源樓 很簡單而已 就是我運行一間公司 我可以用不同人去維持而已 那你怎樣避免到這些情況出現呢 那究竟你是出錢那個不可以一樣 管理那個不可以一樣 還是他們就算是不同人 你就要限制到他們的關係 那羅生羅太 兩隊球 他是不同人來的 就是在法例上 他是沒有衝撞的 沒有 離一分就行了 我覺得如果 為了不要惹人懷疑或者什麼 就是為了香港足球發展 他們應該要離婚的 我覺得 那似乎會不會誇張一點 為了一個足球就要搞離婚 所以就是這樣說法 B19也說得出那個大體那個 就是規例就死了 你要執行的話 什麼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香港的球犬 我覺得這樣看 每一個地方的足球都有它一些潛在的潛規則 是你不可以用一個國際大義去規限它 如果不是 以前我們看球的時候 琴姐陳耀琴又海鋒又嘉山 那時候海鋒請了祖雲露域 那些世界盃國腳 就是好話不好聽 你有很多事情都是 一個班主勞心勞力去投資分拆幾雙球身上 這樣才能維持到今天這個香港足球 職業足球是免於變回一隊 或者是一個業餘的球圈 就是多得這一堆有心的班主 我自己認為這個想法 如果要實行的話 有一個最大的前設 那個前設就是有足夠的班主 就是你有月組 又有丙組 這麼多隊球隊 若然你每一支球隊都要找一個班主 去支持一支球隊 我在香港 我覺得這件事在未來五六年都不會見得到 對於B19號的說法 我有一點補充 就是我自己認為若然是同一個班主去管教 例如好像傑志和打中的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太好了 就是不應該取笑 除了是巴賽的例子之外 你可以看到香港的球隊數目 在甲組12隊可能遲些會再多一兩隊 但是又不能夠有足夠的平台 給那些年輕球員比賽 我覺得是很少的 所以若然他們有這樣的機會去加盟 或者是去做月隊 或者是做一支預備組的球隊 所以就會令到他們的比賽機會大增 若然遲些的足夠總盃 或者是銀牌等等的杯賽 改了改了規則 是可以有機會 就是月組和甲組的球隊困 是對那班香港的年輕球員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最重要的是 就是那個球隊多預負 或者是班主 能夠出錢支撐著這麼多球隊 其實在講的大家有眼見 主力都是那幾位 如果去看足夠總的投票大會 舉手那些 很多都是拿幾個牌 說真的一句 找不同人去舉 但是回應剛剛Tommy說的問題 或者很多網友都在討論 喂 你這樣 哪裏有這麼多班主 香港哪裏有這麼多班主 我覺得這樣 在現階段是 我同意的 就是 很多我出錢支撐著那隊球隊 我不管 很多老闆都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因為不夠班主 所以就一定要繼續這樣走呢 我也覺得不是 就是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如果你是覺得 那個CEO 覺得那個方向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就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 有過到期 就是 CEO其中一個 他自己的功能 就是要找 找贊助 就是他要找多些人 參與球圈的發展 或者投資 如果在現階段 真的沒有這麼多老闆 支持到 甲月丙 這麼多隊的球隊 那我覺得是應該 就是足夠帶頭 去找多些投資者 那當然 最近也傳了很多 就是外地的投資者 對港甲有興趣 那 我覺得這些是好事 但是不可能 一都切 現階段就取消了他 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OK了 那現在問題就出來了 假設這個報導是正確 就是我們的CEO 麥克棟就提出了這樣的事情 而各大班主席也有這樣的反應 結果會怎樣呢 就是我多擔心就是 結果就是 一切照舊 然後CEO就拜拜 就是很多時候 大家都說改革好 改革 當然要改革 足球 一談死水 但是如果牽涉到你自身利益 或者犧牲了某些 記得利益者的利益 阻力是相當大的 這個是無可否認的 那我會覺得 我會幾擔心到 最後出現的情況就會是這樣 但是我又這樣想 就是說 可不可以反過來想想 大家人之常情 看看小西部又說 是的 實限 掛名 等於 我們某某球隊 我出錢的 那我不出 我給Tommy仔 我媽爹給你錢 喂 你幫我搞對球 我不出所有名 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剛才說了 你怎麼去離定 那個班主 或者那個老闆 擁有一支 或以上的球隊 這個是你沒有辦法 你永遠都 清不到的 就是這個 檢查不到的 你怎麼檢查 沒什麼的 就是你以前 東星如遠 連年都有場默契球 明明打得好地地 都會輸給東星3比0 那些怎麼算 如果你要砍清楚 所謂千絲萬縷的關係 從來世界各地的球壇 都一定有的 你永遠就說 費Sir有很多老友 對不對 應肖都是這樣的 哪裏有得搞清楚 但是 如果真的要行這件事 我就個人認為 麥國棟 如果你要下街就實行的話 我覺得你千人說蒙話 很難 這個是不可能發生到的事情 你試試 你如果砍他一枝 他就連另外一枝都不搞 興起上來 咦 如果我們經常說 南華飛馬的兩枝都沒有了 會怎樣 或者叫做 兩枝都打回原型的球隊 沒有這個大水猴支撐的 又會怎樣 都很恐怖 就是出現 保勞華精工相繼 退出的情況 前後一年 沒有兩枝 那兩兄弟這樣算不算 那你怎麼離定 那家屬這樣行不行 很多這些細節的東西 其實可行性其實不高 就是你現在孟城 說怎樣算到 玩財技那些傢伙 說怎樣算到盤數 不虧錢 一個大的贊助 那個贊助 就是文蘇爾的弟弟 他把錢扔出來 那錢不是由文蘇爾 自己的 逆音文蘇爾也是一堆兄弟 我叫我的弟弟扔錢過來 那你怎麼算 難道你拍天尼 你會說不 沒有 沒有這樣 他實在是有的 所以就算你要這樣去行的話 我也覺得 如果那些班主 那些老闆 羅先生也好 都算是有熱心的話 一定會搞定你 你便走 你便說 甚麼不行 如果這樣 Jessica可以搞大鐘 可以 絕對可以 可以搞大鐘 羅先生 羅先生的女兒 可以不搞卡拉OK 就搞飛馬 又或者是搞灣仔南華 就是灣仔 不知道關係是不是這麼密切 就是這樣也可以 如果最貴的筋夠底 就是香港足球 其實到了現階段 還沒有很重的商業價值 坦白說 如果你的球圈搞得輕黃 球隊是有價的 那你很價錢就會放的 就是有其他投資者 自然會進來的話 自然會減少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在現階段 坦白說 都是靠一些有心人 我可以這樣說 Describe他們的有心人 去支撐著 我會覺得現階段 可能性不高 還有我覺得 這件事是 認香港的球迷 有些擔心的地方 就是 整天都說 改革香港的足運 那個大前提 是放在什麼位置 好像現在都有一些 幾方面都在走 但是究竟哪一方面 最著緊 好像大家都有點失望 究竟是改革班主方面 即每間球會本身 班主方面的制度 改善球證的架構 還是一場球本身的制度 其實都非常非常多的建議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覺得 要去改革一件事 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而那個方向是很清晰 即是很容易 那個目標 是令到整個球圈 包括球員、教練、球迷 都要很清晰地知道 去走到什麼位置 先停止 哪個位置 就是我們達成一個短期目標 我自己個人認為 其實現在要去整天改革 改革 細節那個 那樣東西未必做得最好 但是那個大方向 都還未搞清楚 Tommy剛才剛剛說到 什麼要先實行的短期目標 其實同一時間 改革 所謂是長短期 都要有兩套在一起行 我覺得短期上面 我也不介意 麥國動引入多些商業的贊助 我覺得香港最好的 其實都是商業足球 即是叫做財團足球 企業足球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要好好支持地區足球的發展 這個是根 又或者是 面那陣要搞得好 我經常都說 你的月秉組 原來這個月秉組 沒有銜接不到上來 你永遠得面那陣 都沒有意思 這個不是一個整體發展的足球 這個是局部發展的足球 月秉組 或者青年賽事 這個就是一個長期要實行的目標 這個就是 譬如月秉組 看起來都幾箱 就是說 很簡單 除了說 連那些球衣贊助 都要不斷籌回去想 甚至乎 拉遠一點點說 很簡單 可能下一次都會說一些 叫做暗門無霸氣事件 好像很簡單 連一個 月秉組的球賽裡面 月秉組的球賽裡面 連一些基本的醫療設施都沒有 現在聽你說過 是嗎 是呀 在節目裡 都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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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一點 是明白 前幾年 潔志令哪位球員都是 吳青人 是呀 是呀 劉全坤拿衣服來撥糧 是呀 還趕出場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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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笑料 就是 我又 會認為如果你現在一刀切下去的話 你實在不太尊重鄉村的規例 這條村的規例 如果根據足球港甲計劃 即是鳳凰計劃 他建議每一隊球賽 其實都有不同的年輕梯隊 由U14到U19都有的 其實投放的資源是很多的 坦白說 如果 我純粹講甲組 即是 翌日的超級聯賽也好 甚麼都好 先不說月秉組 如果要符合這些規格 其實我都問過有些甲組會 他們可能會是自己搞 有些已經在搞 甚至乎 有些可能會收購了一些 某些地區的青年梯隊 直入了球隊裏面 阿必實畏剛剛提到這個收購的方法 其實現在講的廣州恆大 就是這樣的做法 即將廣州青年梯隊 整隊打包搬過來給自己 其實坦白說的 意識形態上 你投放了一對球 是多了 一 金錢多了 第二 你的心力會多了 因為你要搞清訓 即不是說我搞一對球 來給老闆自己過癮 一些預備組賽事 不讓老闆自己走下去踢 即是可能這些很正規的比賽 坦白說 如果是真的重拾正軌的話 我會覺得 這些情況 即是剛才講的一些 討論一些 很多老闆對球 或者什麼情況 是會減少了 因為你自己的資源 也沒有那麼多 加上你 其實對球的意識形態 也不同了 即是我會覺得 未來的發展方向會是這樣 但你說明年就會變成這樣 就沒有可能 沒錯 即是我們都覺得 這個條例 並非不可行 我就覺得 著量處理 你說如果短期之內 要改變 是沒有可能的事 你如果要馬上改變 就可以 你看看明年 沒有東西可以改革 因為沒有球隊 只有幾隊 小型聯賽 都可以的 B19 最初我們在這個節目裡 都談過 究竟如果搞 港職聯 其實有多少隊最適合 我提過六至八隊都可以 其實 好像印度超級聯賽 六隊都可以 接著就拆勻球星 每人派一個給你們 即是最初的韓職聯 韓國的職業聯賽 都是只有六隊 好像有時候 A列 澳洲職業聯賽 都是頭頭 搞成只有八隊 做起 如果麥國動你夠膽 就是因為你想這件事 那你就走吧 我支持你 出戀得六隊 港職聯 好 大家開心 捧來捧去都是那幾隊 好像說十四隊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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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十四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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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如果規限了 就是那些球隊一邊玩下去 那你就犧牲了一個升降制度 即是月秉組更加涵接不到上來 其實 又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況 就是 其實 是很多 很吊詭的一些因素 大家都扣著 其實 我覺得 不可能 看到這個問題是這樣 就馬上改進去 全部都實行 我覺得一定是走不了 就是 到最後 就只會 炒友 長短棍兼 長棍來講 那棍一半下去 都是你搞好那個 低下層足球 即是月秉組的 那個機制 我覺得 起碼你有一個半職業的系統 起碼去到月組 不是你怎麼升上來 升上來還要想 好像今屆 那裡升上來要想 港敵 想那麼久也不升 這樣 即是奇 應超那些 坑升上來 升班 富家蔡 所以現在有傳 就是今屆的科技 他們很有機會會升班 升班 現在市傳說 他們會買會籍 那麥先生也默認了 其實為什麼 因為 有價 有價就自然 有供應 即是他們就想升班 阿居你是不是 關不關他的事 他也否認了 即是關不關他的事 即是問 那 即是拭目以待 看看是誰 意味著其實 即是未來的港甲也好 港超也好 會籍其實是有價的 即是有人願意去投放 去搞聯賽的球隊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會樂觀的 即是我不覺得太大問題 慢慢就會去無存清這些問題 我不太擔心 好了 那今天港甲的話題 這個話題都頗有趣 我們就分析到這裏 下一節回來 會有些近期求圈的熱門話題 待會見